《明報社評》 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天文一號上週四 23日,順利發射星空 直接進入了地球火星轉移軌道 預計經過約七個月的飛行將進入妖火星軌道 實現中國最遠距離的深空探測 之後,其攜帶的著陸器將降落火星 所攜火星車將展開巡視撼拆 全部目標約順利達成 將視全球首次一步實現對火星妖、著、巡的國家 不僅意味中國的火星探測水準僅次於美國 也標誌中國太空探測能力的又一次飛躍 蘋果頭條 政權鐵Q行動正式開始 選舉主任作向至少九位民主派參選人發信 要求他們今就反對國安法 支持外國制裁 聲言要透過否決預算案 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作回應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坤選舉主任政治篩選 流亡英國的羅冠聰提醒選舉主任 英、美等國會之事誰續DQ決定 或有後續行動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本月十八日開始 九位於提名期首幾天變報名的民主派 作五起收到選舉主任的查詢信件 九人包括公民黨新界東的楊岳橋 新界西的郭家琦 法律界的郭榮鏗 香港島的鄭達鴻 會計界的梁繼昌 抗爭派則包括新界東的河桂南、劉康、香港島的梁房為、袁家衛 據悉 九龍東和九龍西的民主派 即王之鋒和張昆陽未有收到選舉主任信件 東方政論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現實事不容三十年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 足以見證越港兩地的管治能力此長被消 隨著疫情持續惡化 連續四天單日確診病例破壩 數字跌創新高 香港染染生人物近的疫埠 繼廣東省要求本港入境人士必須提供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後 深圳及珠海亦相繼宣布暫停與香港互應隔離醫學觀察政策 港府抗疫無能 亦港臭明遠薄 連內地也嫌棄香港 叫人情何以堪 星島社論 本港新冠肺炎大爆發 重擊街市業的營運情況 據街市業界指 近月錄得不少街市相關的確診個案 包括顧客及當販 市民擔心街市高危 改道環境較整潔的超市買菜 加上政府本月中實施限制晚市堂食 不少食肆也減少向當販入貨 雙重打擊街市生意 項內估計整體生意平均跌超過五成 尤其屬疫情重災區的九龍東 區內街市在疫情爆發後人流隨即大減 當區街市生意更有減八成 連輪近街鋪亦受到牽連 有部分商戶寧願拉閘暫停營業止血 待疫情緩和後才再作打算 經濟社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總統選情上大幅落後 對手拜登 疫情持續失控也反映其抗疫全盤失敗 反種族歧視運動更令他成為戰靶 面對四面楚歌 特朗普卻意圖利用文化戰爭議題 如反對全國強制戴口罩 指揭左派發動美國文革等 大打翻新戰 美國看此事思想自由而包容的國度 但其意識形態的對立 教諸其他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多日常生活事件如墮胎、擁槍、同性戀、交稅等 都會上升到成為意識形態層衝突 在美國稱為文化戰爭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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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